这个带着杀气的男人有多狠 开学第一天单挑整个学校的混混 一百多人朝他冲来 男生根本不怂 左脚踹翻一个 抓住一个 顺势再踢飞一个 很快就被一百多人围在当中 男生赤手攻拳 就像开了外挂 一百八十度转身 抓住混混的腿 铁铁掌掌拿到手杀 五鹰角拿到双杀 后段地拿到三连杀 勾拳四杀 一个大背挂 五杀到手 别看这帮混混都拿着棍棒 都没人敢靠近 男生打得兴契 旁边是男生家的狗子 看得都热血被疼 男生一个灵魂飞跌 直接揣翻一片人 这时 竟然有人不讲武德 偷袭男生 关键时刻 男生的朋友扑过来 救下了他 手臂却受了伤 看到朋友受伤 男生被彻底激怒 老子现在就要火力全开 放马过来吧 男生能打赢一百多个混混吗 我们先看他什么背景 男生叫南破刚 一家人都是大哥大 老爸南破胜 年轻时 是千叶地区的最强混混 老妈南破之妹 是最强大姐大 大哥南破梦 是城堡关东地区的老大 小妹南破银子 表面是淑女 但一秒就变脸 就连他家的狗子南破松 也是狗中的一半 南破刚 从小就被父母培养成大哥大 小时候被人欺负 老爸教他用拳头打回去 老妈呢 比老爸还猛 把欺负你的人都打趴下 上班儿子 你是最胖的 南破刚握紧拳头 就冲了上去 就这样 一边上学 一边打架 南破刚出生生期间 统领前夜十四所学校 成了半国国中的最强老大 生入高中这天 老爸铭蝶 大哥鸣门 小妹按喇叭 小狗狗也配合着汪汪叫 老妈呢 特意为他做了件特工夫 庆祝儿子进入失踪高中 那是千夜最强的大哥大高中 南破刚摆出最霸气的姿势 最伤戴着杀戚口罩 背后写着天下无敌 家人都希望他能称霸高中 可一出门 南破就去了厕所 悄悄换上了普通学生的校服 原来南破刚早就厌倦了 当大哥打打杀杀的生活 一心只想当一名普通的学生 失踪高中的门口 一群小混混正在收保护费 南破刚一脸嫌弃 扭头打起十二分精神 走进对面的重点国中 白百合国中 原来南破刚一直瞒着家里人 偷偷努力学习 想要摆脱混混的身份 尚觉得第一天 南破刚做到倒数第二排 在自我介绍卡的心愿栏写下 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这时 笔心断了 同桌小雪剑壮 送了他一块橡皮 南破刚对他一见钟情 小雪问 南破刚的名字和毕业学校 南破张口就来 老子我叫 哦不对 我叫南破刚 全班同学纷纷议论 那可是全是混混的学校 他好可怜呐 一看就是菜鸟 被欺负得很惨 这时 花卷修达达走了过来 我就喜欢坏坏的男生 还向南破抛妹眼 南破刚走出教室 不小心又撞到小把 南破刚马上道歉 拿掉小把不依不饶 你个臭小子 也不看看我是谁 道歉有用 要警察干嘛 有声就是一个鞭腿 却被南破刚 一把抓住大腿 揪住一番子墙上 南破刚眼神犀烈 小把立马认怂 连连说对不起 声音惊动了同学们 南破刚一看被围观 立马变成好虚声的模样 松开小把 跪在地上 向他道歉 没想到这一下 围观的同学更多了 南破刚拉着小把上了天台 小把是个菜鸟 还想当混混 什么 你姓南破 小把一脸崇拜 我最崇拜的大哥 就是南破梦 南破刚一口饮料 喷在菜鸟身上 那正是他大哥的名字 但他没有说破 一放学 菜鸟就被对面 失踪高中的混混 拉了过去 背住菜鸟脖子 就围殴他 原来菜鸟出中时 就被他们欺负 南破刚看不下去了 一把抓住混混的手 混混给了他一拳 怕身份暴露 只能认怂 捂着肚子蹲在地上 菜鸟被混混们带走 当狗一样欺负 丢出一块牌子 就让菜鸟 一边学狗叫 一边去捡 此时 南破刚赶到 混混们看见南破 都背了上来 刚将一拳挥过去 南破刚得左右勾拳 就将人打飞 再一记铁拳 打另一个人的兔子 外甲脚踢菊花 失踪靠中的混混 如荒而逃 菜鸟尖撞 一马跪下人大哥 南破刚 举拳打在他头上 打架都不会 还想学人当混混 滚回家去 南破刚回到家 一家人热血沸腾 吃饭都像打了鸡血 询问南破刚 一天的战绩 南破刚夸张地表示 今天打败了二三十个吧 小菜一碟 全家人起好叫主文 连小狗狗对好叫起声 可第二天一上拳 就看见菜鸟 仿制了一件的功夫 幸好南破刚 一直戴着口罩 菜鸟不知道他的身份 南破刚和同桌小雪 选了美术社 社长翘着二郎腿 妖娆地坐在椅子上 让两人画他 没想到南破刚是画画天才 社长竖起了大拇指 小雪的话简直一言难尽 一对斗鸡眼 无关其在一切 但社长也很喜欢 世松的混混 被穿多功夫地揍了 找到老大为他们报仇 而世松的高一呢 也来了新生 他叫五代 也是大家中高手中的高手 老大让五代给小混混出头 可五代根本不屑听他的 一放选 菜鸟又被失踪的混混们抓走了 被一群护魂一顿暴虐 小雪竟然来救人 结果被抓住了 看小雪漂亮 这一帮人还想玩瑟瑟 读着香肠嘴 要夺走小雪的初吻 危急时刻 一个罐子飞来 南破刚穿上的功夫 走了进来 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 放马过来啊 混混们蜂蜂而上 南破刚一拳一个 锁香病年 打得混混们满地找牙 一把抓住欺负小雪的混混 你在墙上 警告他 再让我遇到你 你就死定了 一拳得他眼貌尽心 救下了菜鸟和小雪 菜鸟对南破刚 佩服得五体头地 小雪呢 则化成为唐僧 念念碎了整整两个小时 说南破刚不应该打架 南破刚再受不了 小雪将受到一半点伤害 我这么可爱 你说我丑 气得小雪跑掉了 这时 一个黑影从天而降 正是五代 二话不说 对着南破刚的脸 就是一拳 南破刚心中一惊 你怎么认识我 难道我露馅了吗 五代就是说 只有你们南破家 才敢穿这种 写着天下无敌的特工服 两人刚想动手 失踪的伙伙们 又折返回来 五代让南破刚快走 他只想和南破刚单挑 并不想参与失踪的事 临走前 南破刚还了五代一拳 两人扯平了 但在放学的路上 五代还是认出了 南破刚学生的样子 南破刚每天换衣服 被狗狗发现 不打架了 假装散好学生 狗狗对着老妈告状 可老妈根本听不懂 狗狗又找小妹 小妹正在直播 怕狗狗打扰榜一大哥 蒙妹子一秒变脸 立刻赶走了狗狗 狗狗又去找老爸 老爸呢 看不了书电影看哭了 抱起了狗狗 挡起了摸布 擦起了眼泪 狗狗拼了 叼出来南破刚摆摆和的校服 南破刚心想 这下完蛋了 私自改学校 老爸不得打死我 没想到呢 大哥是个大聪明 竟然以为是狗狗 去邻居家偷衣服 气得狗狗大骂 狗狗气得离家出走 教室那边出事了 就看见 舞台站在课桌上 带着失踪的混混 欺负班上的同学 连菜鸟都知道了 自己的身份 吓得南破刚睁开了眼睛 幸好只是一场梦 害怕舞台击穿自己的身份 连了一同学 南破刚想要退学 他主动去找舞台 正巧碰上 舞台被失踪老大刁难 让他说出 穿的功夫的正是身份 南破刚把包一摔 招招小手 脚一个打十个 本想表明身份 我就是穿的功夫的人 舞台过去 拉走南破 原来 舞台没有告密 他只想和南破刚单挑 两人来到一处空地 南破刚怕学校的人 认出自己 坚持要换长得功夫 又让舞台保证 如果自己打赢 就不能找同学的麻烦 这时 狗狗也跑到空地上 就在舞台等待的空隙 失踪一年级的老大 带着一百多号小混混 将舞台团团围住 老大看不惯 高一的形成舞台 不可一致的态度 混混刚想偷袭 被舞台一拳打倒 另一个刚想身拳 被舞台安趴在地 转身体转出脸 回头地中腰子 还是不服气 就膝盖小鸟鸟 舞台像老虎一样 不断地打倒对方 换好衣服的南破刚 竟看起热闹 嘖嘖称赞 虽然舞台的实力强劲 可架不住对方人多 被人一把抱住 安在机车上 看来 这棍子很重 舞台一声也没坑 连狗狗都看不下去了 就在一棍子 要打断舞台的大腿时 南部刚大吼一声 这么多人打一个 你们真训啊 我教教你们 怎么打架 放马过来吧 失踪的人一看 是穿特工服的人 找的就是你 一百多个人 蜂蜂冲向南破 南破一点不慌 一上去 就拿到一个五蓝虾 一个佛山五蓝角 踢倒两片 有人偷鞋 舞台把南破推开 看来 舞台的胳膊伤得不轻 南破生气了 大喊着 老子要火力全开了 放马过来吧 接下来的战斗 南破刚全全打的都是 一致伤害 小混混根本扛不住 拿着球棒也是白胸进入 吓得小五蓝纷纷后退 这人打是人打 简直是怪物 十分后悔的 小弟被全部放倒 对方只剩下老大 吓得他丢下球棍 绕路走到五蓝面前 命令高人的五蓝 去收拾南破刚 五蓝呢 全被打翻在地 这两个人太强了 尤其是特工夫男 是从一百多个小混混 互相搀扶着 落荒而逃 南破刚和五蓝不打不相持 也因此成了好朋友 狗狗看到 大哥打赢了 上来卖萌 小雪送了南破刚一副画像 一如既往的野兽派 但南破刚十分高兴 他又能继续 过普通人的生活了 可危机还没有解除 爱打的是松的人 找到二年级的老大 大猪 大猪是个三倍精的拳击手 一拳能打死一头牛 为了找到特工男 大猪选上十万 看来又是一场大战 一触即发 本片是南破MJ5第一集 本次问题 大家想看南破刚的故事吗 想看的扣三个六 人多继续讲 我去 这个片让伯乐想到了 我是大哥大 那是伯乐讲过的 最喜欢的片子之一 三角和一腾的无敌组合 这边是南破刚和五代 都很好看 推荐几款原片 好了 本期那种就到这了 记得给追踪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